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插电 免开火 少油烟 如油炸 行走的小厨房就是它 健康美味 一壶搞定 最重要的是它有八成保护的工艺 锁住线位 而且又可以保温 最重要的是12个小时的保温 还有24个小时的保冷功能 非常好用之余 今天带给你是一家人的完整套 除了有闷烧罐之外 还有保温壶 还有另外一个保温杯 太齐全了 4架原本需要299令吉 今天一通电话就可以立即节省 120令吉那么多 今天整个完整套组只需要179令吉 就可以把矮购走带走了 而且额外还要赠送给大家 双层的保温电当盒 以及四件不锈钢碗碟套组 赠品总值是高达122令吉50 太超值了 当然用我们手机application来购物的话 可以立即获得5%的Wall Cashback 等同于9令吉 你下一次shopping的时候 可以得到一个discount 是的 记得 你可以用过我们这个电子钱包来付费 也就是Grad Pay Boost 或者是Touch and Go E Wallet 千万不要错过了 天天精彩 天天哇 大家好 我是佳琪 大家早上好 我是Amazon 杨贤 可能说大家都会想到说 现在有很多陆陆续续这个经济领域已经开放了 你也有可能现在已经开始工作了 对不对 但是你有没有信心 今天天天去一个比较多人的地方吃饭呢 或者是去一个比较多人的地方 做任何的动作的时候 都会觉得心津津的 对不对 所以很多时候自己在家里煮好 或者是你赶紧去一个地方打包回来 还是最安全的 真的 当然说到自己煮的话 可能你家里最有保温杯或者是保温的这个壶罢了 对不对 而且是那种你买free gift的时候 他送给你那种没有这样好的quality 所以今天带给大家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套组 只需要179令吉 就可以把整个保温的套组 而且是i Gozo这个好名牌给带回家的 是的 今天一组里面有三个不同的东西 包括说有我们非常火红的这个闷烧罐之外 还有我们保温壶以及我们的保温杯 但是今天的赠品也是不得了了 还赠送给大家双层的保温便当盒之外 还有我们四件组的不锈钢的这个碗碟套组 赠品总值已经是超过120令吉了 当然整个套组也是非常的划算的 因为整个套组你看一看 那么强大也只需要179令吉 而且最重要是你今天带回家是一个非常超值 非常好用保温跟保冷都做到1等1的功效 是的 因为保温我们是可以长达12个小时 然后保冷甚至是可以去到24个小时 所以今天比如说你要出去打包碟冰 或者是打包碟冰的时候 我跟你讲每次拿着那种就是 它那种冒汗我们讲说 就是外面可能会渗出那种冰水的时候 弄到整手都是乱糟糟的 甚至是弄到你的车里面有时候都是黏黏的 对不对 对 如果说你是打包一些热饮的话 更加不得了了 有没有听过 如果热水碰到塑胶袋的时候 它会释放出什么东西 塑化剂 对不对 恶心对吗 那你想想一下 如果你今天早上出去要上班之前 你就打包了这个咖啡杯 首先它一咖啡 你是喝不到的 第二它很烫 你的手这样放很烫对不对 喝不到又很麻烦 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告别这样子的烦恼 不环保 而且对 可以为地球出一份力 方法很简单 就是把我们的套煮给带回去 你看一看 我们的这个保温杯 小巧玲珑的来 它保温的功能做得非常好 因为为什么呢 把盖子打开过后 我们就让我们的这个茶餐室的叔叔 就把这个很热的咖啡倒进去里面 你看 我的手这样拿着 也丝毫不用担心 而且你看到吗 它烟一直是这样子飘飘飘飘出来的 所以这个是正值沸腾当中的这个热咖啡 OK 所以很简单 你看 今天拿去打包的时候 Uncle可能还会算你便宜两毛钱 因为你没有用那个plastic bag 对不对 而且完全不烫手 今天你要怎么拿呢 都可以之余呢 旁边还有这个小小的袋子 就是你要提着这样子 拿去上班也是OK的 这个给小朋友用也是非常棒 对不对 所以保温的这个功效是做的一等一 你就不用担心 你去到上班过两三个小时 我们的咖啡就凉掉了不好喝 而且今天我们是一整套这样子带给你的 对不对 这边就有保温杯 你可以打包你的咖啡啦 或者是你的茶啦 这边我们就可以打包什么呢 五张 用豆腐 OK 是的 可以讲很多人打包的时候都是这样子来打包的 对不对 就是一边是这个米粉 然后一边这个是面 然后问题是很麻烦的地方是什么呢 这个久了之后就不热了 对 不热的就很难吃了 而且很热的时候放进plastic里面 我们又很担心 对不对 没错 今天我们去打包的时候跟Andy讲 OK 我只要这个米粉 然后呢 汤请你把它放在我们的这个闷烧罐里面 是的 你看汤放在闷烧罐里面 另外一个好处就是说 你在下午吃这个午餐的时候 那个汤还是很热的 所以是新鲜 而且吃得又更加的健康 而且又可以做到环保的这一份力 对不对 真的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什么呢 今天我们倒出来的时候 你看 还是热腾腾的一碗用豆腐 然后你不用担心讲说 你打包回去过后 它就已经是冷掉了 就不好吃 然后那米粉又炒成一团 这样子对不对 对 因为如果你汤够热的话 你的米粉就散开来 是的 所以有闷烧罐 它的保温效果很好 之余 它可以进一步的 把那些食物的味道再闷出来 是的 你讲真的 这些闷烧 或者是这一个保温的套组 我相信每个人家里 可能就只有杯 或者是罐子而已 很少就是有一套这样子的 温烧罐 对 所以今天带给大家 除了就是一个套组之余 我们的这个quality也是1等1 为什么这样讲 是的 所以你看一下 我们现在把我们的保温壶 放在全部冰的中间 对了 然后我们再把非常炎热的 这个热水倒进去 为什么要这样子呢 就是要测试让大家看一下 外来的一个温度 会不会影响杯内的一个温度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什么呢 现在我们就把这个热水倒进去之后 你就可以看到讲说 OK 它的温度是在节节的上升当中 没错 然后我们不要去理它 因为我们要让它 就是看一下外面的冰水 会不会影响到它里面的温度 会不会影响到它里面的温度 但是我们需要时间 对 现在是86.9 OK 我们过后再回来 再看一下它的温度 可以去到极高好不好 是的 所以我们现在把一个小镜头 放在那边 证明我们就是这段时间里面 没有去理它 OK 不要理它 没有做手脚 是的 那现在更简单的东西是什么 我们讲到闷烧罐这个东西 闷烧罐我们叫它什么呢 行走的小厨房 就讲说你的东西不用煮到太熟 它过后会帮你慢慢地煮 很简单的 第一个方式就是 你要把热水先放进去 醒一醒罐 醒一醒罐 为什么要醒罐呢 Emerson 就是让我们的这一个温度 可以在里面变得更高 过后我们的这个罐子 它可以发动它的那一个功能 这个温热的功能 看到吗 很简单 就好像我们在按摩之前 也是要做一个热身的这个动作 所以今天 帮我们的这个罐子给醒一醒了 过后 我们就可以把所有的材料 倒到罐子里面去 然后再注入我们的这个沸腾的水 就可以来做怎么样的东西 可以就是把我们的这个甜品 是的 我跟你讲 那个温罐的一个动作 就是因为要把里面的这个什么 它的那个内里的那个 我们的这个这个SUS304不锈钢 把它热起来 然后过后我们再用那个温度 去把我们的这个东西给煮熟 还有给它焖熟 然后更加的入味 其实要讲真的 如果你在家里这样做的话 可能你要去上班之前 你要熬一个一两个小时 你才可以把热腾腾的这个糖水 或者是甜品 带到工作室去吃去喝 对不对 但是今天你不用了 你就是说你在上班之前 把料都放到里面去 然后再放热水 然后你就可以在这个路途上面 就可以享受 或者是享用这个甜品了 我们今天要煮的这个呢 就是对女生来讲 非常保健的一个什么呢 就是红枣桂圆 红糖姜茶 所以我跟你讲 今天这样子放进去之后 你不需要在家里煮 然后你上班之前 你把所有材料这样子丢进去 然后去到办公室的时候 等它大概是20分钟 对 到一个小时的话 你要更加入味的话 你可以等久一点的话呢 没错 其实很简单 过后呢 对女生非常棒的这个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红糖桂圆茶呢 就已经是搞定了 因为讲真的 现在我们的这个时间 真的是很繁忙的 所以我们就希望 就是说准备这些食物跟食材的时候 都特别的方便 我们不用浪费那么多的时间 所以我相信 用这一个焖烧罐的方式 来焖煮我们的这些甜品 或是糖水 真是很方便 因为你不用站在那边 等一两个小时 好了过后再倒到你的杯子里面去 而且我跟你讲 它还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巧思 就是它上面这边 还有一个折叠式的汤匙 有没有 所以这个折叠式的汤匙 你就可以把它这样子打开来 然后你就可以去喝你的桂圆红糖茶了 真的 就是说你去到office 你就不用共用人家那种汤匙跟茶 是非常方便的事情来的 而且最重要是今天 你把所有的材料放了进去 你就可以喝上一壶 这个温温热热的这个红糖桂圆茶 通常如果你放在保温壶里面 它是不会入味的 对不对 这个就是保温壶和焖烧罐的差别之一 因为如果你放保温壶的话 那味道可能只出一点一点而已 没错 焖烧罐呢 你听到这个闷的一个名字的时候 就知道讲说 其实它是可以把那个味道 很充分地这样子给逼出来 真的 而且你看这个量还算蛮多的 其实它一整晚它可以分成两次来喝 对不对 那当然不要忘记今天带给大家 除了就是有三个非常厉害的单品之余 正品还要送给大家是我们这个保温的便当盒 这个正品我非常喜欢 就比如讲说你去打包的东西过后你怕冷嘛 对不对 没有关系 你去到office 坐下来吃饭的15分钟之前 你把热水呢 加进去我们的这个就是双层的便当盒里面就可以了 你看里面这边是打包的嘛 这边呢 你只要加我们的一点点热水下去 然后呢 这边也是加一点点的热水下去 然后呢 它就可以呢 继续的帮你进行保温的一个情况啦 只能很简单 把这个保温盒的这个盖子给盖起来 然后放在里面去就可以了 然后再把它这样子 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个热热的便当带出去 或者是带到工作室去吃了 好简单啊 看到吗 所以你看一下今天就是这样子的一个部分 其实它就外面的这个就是热水呢 就可以帮助呢 我们的里面的这个食物呢 加温或者是保温 这样的话你就不用这么的麻烦 真的因为我不想吃冷饭嘛 对不对 那今天呢 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 如果你今天呢 出去买一个一个来买的话呢 我跟你讲 你可能钱包就会大破洞了 有没有 因为你看外面的这个 可能说一个呢保温壶已经是150块了 然后呢 闷烧罐的话140块 更加不用讲说今天保温杯的话都要120块了 加起来是416块耶 但是呢 今天在CJ Workshop给大家 iGoso呢 三件套的一个套组只需要179令吉 更何况今天我们还有赠品要送给大家 真的 你看赠品呢 就我们的这一个碗碟套组四件那么多的啦 然后再来我们的这个保温便当盒也是要给大家 然后现在马上回来看一下我们刚刚做的这个试验 把热水放在罐子里面 然后再把罐子浸泡在冰的时候 是的 温度会不会改变 来看一看我们这个温度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现在的它的一个温度 我们甚至连盖子都没有盖上去 没错 你可以看到讲说如果它真的是不够保温的话 它的温度会下降到很够力的 对 但是现在呢 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温度是86.7 之前呢我们走开之前是87.9 所以呢大概只下了一度而已 因为为什么呢 我们那边盖子是开着的嘛 那如果呢我们盖子是关着的话呢 它就可以持续保温 所以今天你不要忘记哦 如果是保温的话可以长达12个小时 可是它也只是一度而已 我真的是很惊讶啦 你要知道哦 外面我们是用冰来包围着它的 对 所以里面的热水竟然在这么长的一个时间里面 只下降一度的话 可见它的保温程度是多么的好啦 是的 所以今天呢一个价钱179令吉 把整个很完整的套組给带回去 最重要是呢 可以带走闷烧罐一个 然后呢保温杯保温壶 还要再送给大家保温的这一个便当盒 双层便当盒 此外呢 还有这个不锈钢的碗碟套組 有四件事也是要让大家带回去的 全部只需要179令吉 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 180018 0808 或者是上到我们的手机用程式来抢购咯 那你看一下哦 这个闷烧罐它我一定要说一下 它现在台湾和日本呢 是非常火红的一个产品来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它减轻了我们很多家庭主妇的一个负担 为什么这么讲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要在家里等它闷啊 等它煮啊 等它出味的时候呢 你要等很久的一段时间 这个呢你东西呢可能说比较有 我觉得说比较生的一些东西啊 你呢在家里可以先汆烫过它 然后呢把它放进去里面之后呢 加其他所有的材料 好吗 然后让它焖 它的那个想法就等同于你的什么呢 焖烧锅这样子 原来是这样子 那我相信呢其实这一个产品 很适合那些上班族 又或者说你家里有儿女 是去做工很忙没有时间去准备这些食物 新鲜热热的食物的话呢 你可以把这个产品带给他们 因为就像加其讲的这样子 你不用特地在家里煮一两个小时 你把所有的材料呢倒在里面 再加入热水来汆烫或是来焖煮 就可以吃上一顿很好吃的下午茶了 是的 三十套已经卖售了 谢谢大家记得 现在呢电话是在全面的战线当中 所以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用程式 来抢购的话 更快速地抢到我们今天这个套组之余呢 你还可以获取的是5%的WOW Cashback Cashback是什么呢 下一次你买东西的时候呢 你又可以扣个9令吉这么多 这个是打电话没有的一个优惠来的 我相信很多家庭主妇 在看着我们这档节目的时候就讲 哎呀 这种杯子我都有了啦 闷烧罐我都有了啦 但是你要知道在外面买的话 一会儿是在外面你拿到通常都是 独特的 就好像我之前签了信用卡 他就给了我一个这样子的保温杯 但是呢这种保温杯 就是很一般的这种 这种毕竹的杯子而已 它没有怎么样保温的功效 但是今天呢给大家看到的是 一等一保温的功效 就算说你放在这个冷气房里面 保温的功效还是可以做得非常好的 而且呢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 今天呢我们一定要强调一下 为什么它的保温和保暖 这么棒的一个原因呢 因为我们使用的是 SUS304不锈钢之余 里面呢是一个双层的一个设计 就讲说外面层里面一层 所以它的保温效果是更好的 这个我觉得说对老人家来讲 非常的好用 如果说今天晚上他想要就是 拿一杯热水上去我们的这个房间里面 睡觉的时候啊 晚上起来的时候可以喝一喝的时候呢 这个保温效果呢可以去到12个小时这么多 所以就非常方便 更何况是我们今天这个套煮里面还有闷烧罐 我跟你讲老人家最怕吃什么东西 很硬的东西对不对 但是呢他们如果又不想煮太长的一个时间的时候 这个行走的小厨房就可以帮到他们 你把所有的材料丢进去之后呢 让它这边待个几个小时之后呢 其实肉质啊还有那些材料 你看一下就是这种粥啊 它都可以把它闷到美美的 软软的 糯糯的 老人家吃起来呢 牙齿也不会觉得很辛苦 真的 最重要的是还是上班族啦 你看一看 如果我们每次出去打包 会打包那些咖啡啦 还是那种茶 但是都是用银子带的 首先健康的饮油我们都很担心 就是说里面有什么塑化剂啦 就是喝了会不健康 但是今天如果你是用艾沟走的话呢 所有的问题解决了 保温又够温 保冷又够冷 最重要的是喝起来是很健康的一个杯子 或者是糊啦 因为呢 就是使用的是S304的不锈钢嘛 所以你不用担心说 它会释放出任何这种有毒的这个物质啦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今天呢 你吃到的东西 或者是你喝到的东西 你要它热 它就热 你要它冷 它就保持冷 因为呢 如果是保冷的这个方面呢 它也是很棒的 因为呢 它是可以保冷的 高达我们这个24个小时 里面的冰是不会融化的 然后呢 你看一下 平常我们如果要煮什么呢 茶叶蛋 茶叶蛋的话 是不是要慢慢放在那个火那边 这样子 对 慢慢地闷 要闷三到四个小时 这样久我还要看火 这么麻烦吗 我跟你讲 你不用的 你等到那个火沸腾了之后 你看一下星空 就这样子呢 把它放进我们的这个闷烧罐里面 不要理它 锁起来之后呢 几个小时之后 我跟你讲 跟火放在上面慢慢闷的那个效果 比起来还要更好 简单来讲 你就省了这个什么 煤气炉 还有省了这个看火的时间 你看 一样的那个茶叶蛋 还是一样那么好看 吃起来还是一样那么的美味 对不对 你看 今天要带给大家的这个套组 真的很完整 因为每次在家里 真的可能只有保温壶或是保温杯 但是带给大家的这套组 一百七十九 有保温壶 有保温杯 有闷烧罐 便当盒又给了你 再来再送给大家 是这个不锈钢的 这一个碗碟套组的四件那么多 所以简单来讲 家庭主妇 你们一定会需要这样子的一个套组 做的方法很简单 拨打热线又或者是 去到我们的这个手机 应用程式CJW的这个应用程式 马上把iGoso给带回家就对了 CJW给大家独家的优惠 AiGoso家庭保温胡桃组 保温又保冷 满足你全家人的需求 是的 没有错 大家要看过来 因为我们采用的是 SUS 304补锈钢的内胆 它非常耐用 而且抗腐蚀 它是食品材质 制成的干净又卫生 用起来最重要是安全又安心 是的 你看一下 还带给大家是一个大容量的闷烧罐 不插电 免开货 好方便对不对 又少油烟 无油炸 它是行走的小厨房 健康美味 一服搞定 真的太方便了 我们有八成的保护工艺 可以锁住纤维 而且又做到保温的这个动作了 12个小时保温 而且还有24个小时保冷的这个功能 今天给你也是一家人的完整套组 除了有风泥台湾日本的闷烧罐之外 还有保温壶以及我们的保温杯 真的非常完整 对不对 不只是这样子 我们的价钱也是非常诱人 原本需要299令吉 今天一通电话给你 节省120令吉那么多 整个套组只需要179令吉罢了 除此以外 今天还要额外赠送给大家 双层的保温便当盒 以及四件不锈钢的碗碟套组 赠品总值去到122令吉50千 最重要的话 用我们的手机应用来购物 可以立即获得5%的WOW Cashback 等同于9令吉 你下次购物的时候 可以折扣一个9令吉那么多 稍稳购物的话 记得你可以用电子钱包来付费 Grab Pay BOOST 或者是Touch & Go E Wallet 今天的这个优惠千万不要错过 变化是在全面的战线当中 所以记得使用我们的手机应用程式 或者是上到 CJWALLSHOP.COM的MY来抢购 OK 我怕说 这个货也没有进得很多 所以大家要把握机会 那今天我们要测试的东西是什么呢 就是它保冷的效果就怎样 因为刚才是保温 现在这个是保冷 我们里面就放了很多的冰在里面 也把里面的水全部倒出来 等下看哪一个融得比较快 它的水就比较多 同样的意思好不好 对 然后我们就把两种不同的保温杯放进去 也就是说保温和保冷 同时间如果你想要吃我们的那个什么呢 就吃我们的这个可能说珍珠奶茶 要有放冰的这种东西进去的时候 如果到了office的时候 那种冰全部融掉了 那个味道就是不够好 真的 所以我家里可能还是要用着这种薄薄 你看单单一片这样子而已 所以保冷的动作是没有做得非常好的 而且你看一下它的外面这边是有很多水租的 就证明说我们的这个温度一直在排在外面 就是说它的温度会越来越高 导致我们的冰更加容易的融化掉 当然你家里如果有这样子的保温杯的话 你喝冷饮的时候就喝到不过瘾了 是的 而且今天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 为什么我们的这个保温保暖的一个就是效果会更加好呢 你可以看到它里面这边是有双层的一个设计来的 就讲说外面跟里面 所以它这边中间是一个真空的一个设计 当真空的一个设计出来的时候 里面的这个温度就不会被外面的一个温度所影响 所以这个就是它聪明的一个地方 是的 你看保温跟保冷都做得那么的好 就是说我们在喝冷饮或是热饮的时候 都可以喝得很过瘾 你就不用担心 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放冰 继续让它可以更加的冷冻 是的 而且我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 今天我们的价格真是有史以来 最棒最棒的一个价格 如果今天你看一下我这个一直在滚的 旁边这个都没有在滚 可是呢 我已经看到它的冰已经是掉到一半了 是的 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的情况 我们的这个冰很快就会融化掉 导致我们的这个怎么样 我们的这个水很容易就是被稀释 你喝什么咖啡啦 喝什么巧克力的时候 它就会怎么样 没有那么好喝了 对不对 你看一二三倒出来就会看得到 我的全部都是水 就证明说我们的这个保冷杯 保冷杯没有真正做到保冷的动作了 是啊 但是我们矮过的时候就不一样了 你可以看到刚才放这么多冰 现在还是这样多冰 而且这里全部都是水 看到吗 我这个全部都是冰 所以它保冷的效果其实是更加棒的 因为是可以高达24个小时 你今天要出去打包茶的冰啦 拇嵌 你不用担心讲说了 你那个冰融化了过后 你的茶的冰又不够甜 拇嵌又不够甜 真的 其实你不用放冰 可以 你就把那个咖啡 就是放在冰箱里面冷冻了 倒到我们的这个杯子里面去 你就可以喝到一个冷冷的这个咖啡了 你不用放冰太多在里面 因为冰稀释那个咖啡 是的 而且我跟你讲 今天你要看一下 179令吉是三样不同的东西 你除起来的话一个才多少钱而已 但是如果今天你出去一个一个买的话 保温壶要多少钱 150块 你看这边183块一个闷烧罐 甚至是你今天要买这个普通的保温壶 也要156块 然后再加上保温杯的话 118块 全部都是百百升 百百升乘三的话 是不是要300块对不对 但是今天三样东西179令吉 还加上我们非常受欢迎的这个 闷烧罐 今天要闷烧罐 每次我们要煮这些 用闷烧罐来烹煮一些食物的时候 很重要的动作就是要先醒罐 醒罐的方法很简单 先倒一点热水晶去 然后拢一拢它 给它醒了过后 就可以把所有的食材放进去里面 我跟你讲 闷烧罐 我觉得每个上班族都会很喜欢 妈妈也很喜欢 因为它来做烹饪 大概是10秒 对10秒钟这样子 我们醒罐的动作就好了 是的 很简单 这样子把它就好像你过水这样子 然后这个过水的动作 就是要确保 我们里面的这个不锈钢 它的温度已经是达到最高点 然后我们今天要做的这个就是 南瓜小米粥 你要知道 如果是在家里包那个南瓜的话 你要包上一两个小时 南瓜才可以变成软烂 但是今天 因为南瓜就比较硬一点 对不对 没错 所以你看下今天除了有南瓜之外 还把我们的小米粥 小米不是小米粥 还没有变成粥 小米这样子倒进去 然后再加这个热水进去就可以了 平时你要在家里慢慢的煮 慢慢的闷 慢慢的看火 今天不需要 尤其是比如说 你有家里有小朋友的话 是不是 很简单 对 如果你有坐长途车的话 对不对 你就这样子把它丢进去 然后长途车可能到一半的时候 你就可以打开来让它吃了 对 我觉得这个除了就是适合小朋友之余 也适合女生 因为女生的胃口比较小一点点 可能他们下午下班的时候 他们吃粥就可以了 不要吃太重口味的东西 对不对 用这个闷烧罐来做粥啦 做一些甜品啦 都没有问题的 是的 而且小米大家都知道 热量没有这么高 对不对 所以你在做这个体重管理的话 非常非常的方便 那现在很简单的东西是什么 你看一下 我们让大家看 之后 可能说过了几个小时之后 好简单的 打开来 你就可以看到讲说 哇 你看里面就是 很美味的这个南瓜小米粥 你只需要在上班之前 先做这个闷烧的动作 然后隔个三五个小时 你下午休息的时候 拿来吃就可以了 还没呀 而且我跟你讲 你看到那个烟吗 你看到那个烟吗 就是因为这个闷烧罐的关系呢 它的那个热度 是可以保持在那边 然后这个热度呢 又可以慢慢地 把里面的那个味道 还有这些材料呢 煮熟之余 还可以逼它最里面的那个味道出来 如果你是自己一个人住的话 你隔天早上想要吃粥 你今天晚上睡觉之前 你拿去做这个包 闷烧这个粥的动作 你隔天早上 就可以吃粥了 对不对 是 非常的方便 而且我要教大家做另外一个非常棒的料理 就是如果说你要煮这个羊肉萝卜汤 OK 我跟你讲 现在不需要开火 也是要开火啦 如果说 因为如果是有一些比较生的那个肉萝卜 然后你要更快一点的话 今天呢你就可以把我们这个已经过我们讲熟水 煮烫过的一个羊肉还有萝卜呢 全部放进去我们的这个焖烧罐里面啦 大家一定要知道为什么呢 因为呢我们的这个焖烧罐 它可以做到的东西就是把那个温度锁得很紧 然后呢你也不要忘记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白萝卜 还有那个羊肉可能会比较慢熟比较难熟 你在火上面熬煮的话 可能要一两个小时 但是今天一样的把这个肉汆烫好了 把这个萝卜汆烫好了 再倒入沸水 再倒入一些盐作调味 你过了几个小时就可以喝上美味的汤了 OK 我跟你讲你熟了水过后 比如说我们其实刚才已经熟了水 这个是高汤来的 OK 这个高汤呢你就可以这样子倒进去 OK 全部倒进去之后呢 然后呢如果你要加一些调味料还有枸杞的话呢 就这样子加一些盐下去 然后加一些枸杞汁下去 然后呢就可以把它这样子锁上来了 很简单 因为这个盖子盖起来过后 可能过了一两个小时 香喷喷热辣辣的这个羊肉的这一个萝卜汤就好了 就好像你带到office去过两三个小时 是时候吃东西了 哇 开饭了怎么样 把它摇一摇 打开了过后 里面就是怎么样 哇 非常温热的这一个汤 你看 这个就好像是什么呢 我们焖了 焖煮了这个四五个小时的老火汤 这样子你可以看到吗 它的那个颜色已经是有一种奶白色的那种感觉 对不对 所以它根本就是有俨然是那种老火汤的一种感觉了 而且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 今天你要去倒我们的这个可能说你上面呢 还要加一些我们的这个葱仔上去的话 葱花上去的时候呢 记得我们上面这边呢 还有一个小巧思 我们这个盖子上面呢 它有一个罐子这边呢 你打开之后呢 里面还可以装这个东西 看到吗 里面这个呢 就可以装我们的这个葱花 这个葱花后你可以放葱花啦 所以呢 今天你要做新鲜 你可以用它 你要做好吃的东西 你也可以用我们的焖烧罐 是非常方便的事情 我来试一下那个糖就好了 因为我真的是忍不住了 我看它的卖相 我就觉得 哇 应该很好喝啦 对不对 而且呢 我跟你讲 喝下去的时候呢 一定要说一下啦 就它的味道有没有比那种呢 就焖了四五个小时 在家里又慢火这样子煮的 味道有没有差 没有差 可能更好喝 很甜欸 真的 因为我跟你讲 焖烧罐好就好在这里 因为它可以把食物里面的鲜味 全部给逼出来 而且你不用开火 我跟你讲 最过瘾的是什么 你把一罐汤带到公司去 你家里的老婆又弄一桌 非常好吃的饭给大家 因为今天带给大家的呢 除了就是有这三个罐子之余 我们就连什么东西 这个便当盒也要带给大家 你看便当盒呢 也是非常贴心啦 我们可以做到这个保温的动作 我全靠的就是这一层 把那个热水倒进去 然后呢 再把我们的这些便当的这些饭啦 就是说可以把它放到里面 去做一个加热的动作 比如说你带到公司去 在放饭的15分钟前倒热水 然后再这样子 是的 所以它就可以帮助你呢 就是加温我们的这个便当啦 而且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 今天呢 我们还可以是一整set的 除了说你吃便当之外 你要喝一些我们的这个补品的话 也可以 就是呢 你爱你老婆 爱到整个把它准备好 对嘛 又有我们的这个 就是双层的便当盒之外呢 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保温壶 保温壶的话呢 其实很简单 其实呢 你就可以这样子按下去之后呢 然后我们就这样子倒出来 在这边喝就可以了 真的 前后跟大家讲 如果你在外面买便宜1.234令吉那种保温壶 它不是保温壶 它是普通的水壶来的 今天 你看 还有温度 还是很热的 很热的 所以我要吹一吹 你有看到那个温度吗 你看 如果你是这样子对你老婆的话 哇 是多么的开心 对不对 所以呢 今天整个套子带你去179令吉 可以喝到温温 你要喝冷就喝冷的这个饮料呢 完全没有问题 当然很多人带了回家过后呢 他们都觉得 这个产品值得给五颗星的好评 为什么呢 你看 全部五颗星的好评 他们就说 我们这个保温的这个动作做得很好 这个技术非常的好 而且他们也很喜欢我们的free gift 赠品真的是很吸引人的 再来 我们产品的品质还有物流也是一级棒的 所以你看每个人都给五颗星 所以这个套子179令吉可以带回家 真的很多东西哦 因为179令吉呢 得到的不是一样产品而已 它是呢 包括了有这个闷烧罐啦 又有这个保温壶 又有这个保温杯 再送给你双层的保温便当盒之外呢 还有就是我们今天再加送给大家 不锈钢的碗碟套子有四件套 记得今天赠品总值是高122令吉50C 但是呢179令吉你除3的话呢 大概是多少钱 才60令吉而已 你去外面买60令吉的这个保温瓶好用吗 一定是不好用 但是我们今天呢 三样东西让你带回去呢 整家人都可以到保温 得到这个保温的一个套组 是的 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 或者是上到我们的手机用程式 来抢个吧 看到吗 如果说今天你要吃这个茶叶蛋的话 你又很怕出去的话 自己在家里做就不要了 又很怕麻烦对不对 因为呢自己在家里做更方便之余呢 你现在呢只需要把它弄滚之后 你不需要再看火 因为我们知道讲说茶叶蛋呢 是要一直放在那边滚 人家每次开着那个电饭包 在那边滚 或者是呢你开小火 在那边滚 对不对 今天不需要这么麻烦 你煮滚了之后呢 你要它入味 把它放进我们的闷烧罐里面 你看 因为它的容量又很大 你又可以放很多粒那个鸡蛋之余呢 你让它慢慢地闷 闷了之后呢 大概三四个小时 打开来 完整的一个茶叶蛋出来 而且那个茶香啊 真的是没得了 我真的没有看过 就是说茶叶蛋也可以用闷烧罐来做的 你看非常快的时间 60套已经卖出去了 那这60位家人 他们肯定就可以吃上一顿非常好 又非常健康的食物 因为其实你只是需要花一点小小时 就可以把烹煮做得淋漓尽致 你要做蒸的也可以 你要做清汤的也可以 总之呢 你想到要怎么样去煮这个食物 你把它放到闷烧罐里面去 隔了几个小时 出来的就是香喷喷 很美味的料理 我要跟你讲 今天你上到我们的网上去找一找 闷烧罐料理 我跟你讲 你看都来不及 包罗万象 所以真的很多那种食谱在上面的 而且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 你看到吗 今天我们的这个三样的产品呢 让大家以179令吉的价格带回去 所以电话一直都在战线当中的 我劝请大家用我们的手机应用程式 来抢购的话 你不需要花时间等在线上之余 你又可以赚取5%的WOW Cashback 下一次有9令吉 你买东西的话是越买越便宜的 真的 其实我跟大家讲 如果你在外面可以购买到 你上面买的这些闷烧 或是保温的这个壶跟杯子 一个要百多块 但是在我们CJ World Shop买的话呢 就是一个围起来60令吉 可是质量又是一样的话 你会选择哪一个 那肯定是比较便宜 而且质量又好的嘛 对不对 所以呢 你看一下 就是之前在外面卖的这个 我们的闷烧罐 一个呢 183令吉 而且还要算你这个送付费 然后呢 保温壶也是一般的 已经需要150块 或者便宜一点的话呢 保温杯118块 全部都是百百生的话呢 乘三的话 它就已经剩差不多300块 甚至要到400块这样子了 你今天200块都不到 你可以把三样东西带回去 你说值不值得 非常值得 划不划算 真的很划算 而且还有正品送给大家 我跟你讲 这个也非常适合 刚有宝宝的妈咪的 因为你不可能在房间里面包水嘛 对不对 你把那个热水放到热水壶里面去 当你宝宝半夜哭的时候 你就可以用那个热水壶倒那个热水出来了 是的 而且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 今天呢 它是一家人的这个套组 除了有你要煮食的闷烧罐之外 你要保温的保温杯之外 你要保冷的这个 刚才保温是保温壶 对 但是你要保冷的这个保冷杯 好 你要出去打包东西 它又不会有那个流汗的效果 然后呢 喝起来又很方便 全部只需要179令吉 所以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 180018 0808 要更快速抢到的话 你不要打电话 赶紧上到我们的手机用程式 或者是网站 cjwowshop.com.my来抢个吧 CJWOWSHOP 独家优惠带给大家 一个Aigozo家庭保温壶套组 保温又保冷 满足全家人的需求 没有错 非常完整的套组 我们是采用SES304补锈钢的内胆制成的 你看看内用又非常厉害的地方 就是可以抗腐蚀 食品材质制成的 干净又卫生 用起来安全又安心 是的 听到SES304你们知道是猴爷来的 而且呢 我们带给大家是大容量的闷烧罐 不需要插边 不需要开火 又没有油烟 又没有油炸 所以它是行走的小厨房 一壶就可以搞定健康又无二 我们有八层的保护工艺 它可以锁住鲜味 而且又保住这个温度 有12小时保温 还有24小时保冷的这个功能 好方便之余呢 今天带给大家也是一个很完整的套组 有闷烧罐 又有保温壶 又有保温杯 不只是这样子了 价钱是更加的诱人了 原本需要299令吉 今天可以立即节省120令吉那么多 整个套组只需要179令吉 所以赶紧行动继续把我们的矮狗手给抢回家吧 出去打包的时候呢 千万你看到这样的东西 热东西放进去的时候呢 没搞的 素货剂啊 有时候这些东西还会凹进去 对 所以非常恶心 非常恐怖 今天不要用这样的方式 我们对地球好一点 把整个保温杯带出去 让老板把这个糖水倒进去里面 然后这样盖着就可以喝上非常热 然后又不烫手的这个饮料啦 是的 你看一下很方便啦 而且你要带出去的时候呢 又可以手挂这样子拿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真的是给小朋友用啦 给女人用啦 都非常方便 而且放在车里面 车里也可以 它的这个直径是刚刚好的 没错 另外一个是什么 你打包了水过后 你一定要打包这个吃的东西嘛 食物 对不对 出去打包的时候一定是这样子的 比如说热的它就会放在这里 然后冷的就是这个米粉 会放在那边 但是呢 大家都知道 过了一个小时之后呢 肯定就是 你看 凉掉了的 你看 都不热的 但是呢 今天呢 有了焖烧罐就不一样啦 对 因为有了焖烧罐 除了就是吃得更健康之余 温度那边 它是真的是可以把你把好关 你看到吗 就是那个烟 热烫的 一直出来 一直出来 你就知道说 它的那个 保热保温的效果非常好 你看 那么多的这个水蒸器 就证明我们的汤还是热腾腾的 所以说你在下午吃午餐的时候 又或者是傍晚吃这个晚餐的时候 还是可以吃上一顿非常美味的 这个酿豆腐了 最重要今天带给大家 是SUS304不锈钢自成的 所以呢 它的质量是特别好 之余 今天带给大家的这个焖烧罐 真的是要强调一下 焖烧罐是什么 你家里如果有焖烧锅的话 它就是个小型的焖烧锅 没错 你今天要做的东西就是 如果你要做这个肉丝米粉 这种肉丝呢 你切好了之后 对不对 那今天呢 因为它是生的 所以你可以把它放进去 我们的这个罐子里面 跟在做这个 就是醒罐的都一起做 对 所以我们省了时间 首先把那个肉放进去里面 然后倒入热水来烫一烫那个鸡肉 所以来做一个醒罐的动作 顺便做一个醒罐的动作 是的 所以你就把它这样子放好来之后 就这样子摇一摇 摇一摇 OK 顺便就是把那个鸡肉烫熟之余 也可以就是进行醒罐的一个动作 对 醒罐的动作就是因为 要让我们的这个罐子里面 它的那个温度要高一点 OK 然后我们就可以这样子 把那个就是不要的水这样子 给倒出来了 OK 然后醒了罐 我们的那个肉也是开始熟透了过后 我们就可以把米粉 加进去这个焖烧罐里面 那要跟大家讲 其实你不用担心就是说 因为我们的温度会下降 这样导致那个肉不会熟的 其实它都已经是差不多熟了 但是我们的焖烧罐 可以进一步的就是焖煮它 然后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个米粉 全部这样子放进去 然后调味料也这样子倒进去 然后就可以加入 加我们的这个热水进去就可以了 对了 要跟大家讲 沸腾的水是最好 或者是你前一碗 喝的那些ABC汤啦 还是什么汤都好 你把它拿来当做汤头 倒到米粉里面去 让那个米粉吸入这个汤的味道 也是一个不错的想法来的 是的 所以这样子呢 你就可以带去办公室了 带去办公室过后呢 可能说几个小时过后 小时过后 因为你一定是早上去办公室 然后开始 可能下午一两点 对不对 差不多是四个小时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讲说 我们的焖肉丝米粉 就可以抽炉了 105套已经卖出了 谢谢大家 所以你看一下 出来的效果就是这样的 对了 你看 所有的米粉 肉 全部都已经焖好了 焖熟了 那当然焖熟了过后 你也不要忘记 今天我们的这个盖子上面 也是给大家什么 有一个小小个的空间 给大家装这些所谓的葱花 又或者是这一个炸葱头 你也可以这样子放下去 很香嘛 对不对 所以你就可以把那个葱 或者是我们的那个 提早浴仙放进去里面 这样子放在这边 非常的方便 你去到office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这些葱花 还有榨葱 全部撒到肉丝米粉上面去的时候 当然就更加有味道了 对不对 所以其实它小吃是非常非常的好 而且另外一个我们要做的东西 今天如果说你要吃这个比较 提示一点点的 Clean一点的东西 我们最近在家里吃的都是味道比较重的东西 对不对 所以今天要吃一点比较干净的 吃Clean一点的 OK 把这个鸡肉块放进去 然后很简单的 也需要进行这个醒惯的动作 我跟你讲 如果你要吃到更Clean的话 对不对 你可以用什么东西 用鸡胸肉 更加健康 是不是 对 因为它没有任何的脂肪在里面 然后进行我们这个 就是醒惯的动作的时候 同样也是如果你有生肉的话 在醒惯的时候把它这样子穿烫过 穿烫过之后 大家都知道 其实鸡肉很容易就熟了的 一下子就可以把它拌熟 然后拌熟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个通心粉 给它慢慢的这样子放进去 通心粉我跟你讲 今天如果你不要它太熟的话 你就不要这样早把这个热水放进去 或者是你闷那个时间不要这么久 因为其实它是可以 闷得很软很软的 对也就是说你在下午放饭 30分钟之前来做这个汆烫的动作 然后刚刚好到了就是下午吃午餐的时候 再把它打开来 把那个水沥掉它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鸡肉通心粉 今天好了之后 你要去到办公室的时候 你就想 哎呀我不要吃到这么的你知道吗 就是太重 然后我们就可以呢 倒出来我们的这个就是鸡肉通心粉 对当然也不要忘记啊 我们要把那个水沥干过后 你就可以吃到这些 你看我们是没有用水 我们没有用那一个热水 放在那一个锅子 或者是灶炉上面去做这个烹煮的动作 但是今天我们只是用这个焖烧干 把所有的那个食材都焖熟了过后 再加上什么东西 你看一下因为上面刚才我们讲说 这里呢是有一个小巧思的 打开之后呢里面呢你就可以放一些 就是玉米粉啦 青瓜 还有我们的青瓜啦 吃的比较那个营养均衡一点 对不对 然后呢就这样子撒在我们的这个 就是通心粉上面 就可以了 而且呢最重要的是今天你连佐料 也可以 就是说把那个酱料也带到公司去 可能你喜欢吃这个Sesame 或者是我们说这个芝麻酱的话 你就天天把这个芝麻酱放在office 然后天天把这个门槽罐带到公司去就可以了 ok啦所以你看一下啊 这么棒的一个东西呢 其实呢不费吹灰之力 也不需要花太多的一个时间 是的 它呢是可以准备好这样子 美味的加油在你的面前 真的 而且今天你出去买呢 一个百多块的保温壶 保温瓶 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悶烧罐 我一定会问你的 它用的是不是SUS304 因为如果不是SUS304的话 我都不安心用的 真的 它跟你讲是补锈钢嘛 对不对 但是可能那个补锈钢是用 掺杂来一些其他的杂质制成的 这一些补锈钢 所以呢今天我们来做一个测试 非常简单 就把这个药水 就滴在我们的这个保温瓶那一边 是的 然后你就可以看得到 哪一个有变颜色 颜色有变掉的话呢 就等于说它就不是纯正的 这一个补锈钢来的 你看看 这个呢就是X brand 你看到吗 就是它已经是开始变色了 如果是变色的话 其实呢它就是拥有这个梦的含量里面 梦就是一个非常坏的一个重金属来的 对 所以呢如果你吃进身体里面 就没有那么的健康了 是的 当然你看一下我今天 Aigozo这个就不一样了 我这样子摇来摇去 它是不是没有任何的变色的一个情况 对来 没有任何变色的一个情况呢 就代表说它没有这个梦的成分 对 没有这个梦的成分就是没有这个重金属咯 所以呢SUS 304大家都知道 它就是最优质的一个不锈钢 今天我们所有的产品呢 都是用SUS 304不锈钢来制成的 所以今天你把Aigozo带了回去 真的是方便起来呢 吃起来又更加的安心 安心 你不用担心家里的老人家 或者是小朋友吃到不健康的东西 进身体里面 而且这叫什么 价格真的是前所未有的划算 没错 你带回去的是三件套的套组 没错 包括说有我们的闷烧罐 保温杯还有我们的保温壶 这边179令吉你带回去之后呢 再送给你双层的保温便当盒之外呢 还要再加送给大家 今天我们的这个不锈钢的碗碟套组 这是平时没有的 只有今天有 所以你看到今天的这个赠品又在家的话呢 你就一定要把握机会了 真的 你不要再等了 过后你再问我 有没有这样的套组的时候 我会想没有了 真的 所以在家里有名好心 你们不要用那种 20-30块便宜便宜的保温壶 今天179 整个那么大的套组带回去 非常超值 你买了也会开心啊 是的 而且我已经说了再说 今天179除3的话一个才60多令吉 你在外面要买好品质的这个保温壶 保温杯甚至是闷烧罐的话 是不可能用这样的价格买到之余呢 他也不可能再送给你那个就是什么呢 赠品的对不对 155套已经卖出了 双层保温便当盒 还有四件套的这个不锈钢的碗碟套组 也是要让你带回去的 所以你可以继续地做什么呢 就是拨打我们的热线 甚至是呢可以上到我们的手机用程式 来继续抢购咯 天天精彩 天天棒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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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